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中文大学 在圣诞节节的前夕 抽空听一听我们国际知名的数学大师 邱成同教授主讲的 香港中文大学50周年结出学人讲座 题目是哈佛百年中大50 从哈佛百年数学看培育下一代 邱教授是世界顶尖的数学家 他在代数几何和未分几何的贡献是非常多 影响力亦都遍及不同的范畴 包括港义相对论和言理论等 邱教授研究成果是屡获肯定 是第一位华人 同时获得非议之奖和旭义夫数学奖 这两行殿堂级的殊荣 成就非凡 邱教授是美国科学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人民和科学院院士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他为大家 讲一讲哈佛大学 数学系的历史和他对数学教育的理念 是非常难得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启发我们了解美式数学的崛起和传承 使我们明白数学教育对开创新起源的重要性 也都为中大今夕年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以前也写过日本的数学和中国数学的比较 也写过印度和中国的比较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和哈佛比较 哈佛到如今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科学 科技集中的地方 尤其是数学 它有很不一样的特色 即使在美国里面 哈佛的数学培养和美国任何一间大学 都是有它的特色 我希望学习这些先驱者的研究 一方面经过他们的研究 来吸收更好的学生 因为他们改变了整个世界数学发展 哈佛的路径 哈佛毕竟在19世纪初期是一个第三流的大学 而在短期内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而且不断地继续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学 有它的特殊理由 最重要的开始是一个数学家叫Benjamin Pierce 因为他坚持数学家要做原创性的数学研究 而不只是教书 应该要证明新的定理、新的学问 当时美国的学者不认为做原创性研究是重要的 所以他遇到很大的困难 哈佛在Piers过身之后成了一个倒退期可以说 有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研究 但是不够十几年、二十年中间 有两个重要的教授 一个叫Ostwood 一个叫布施 开始哈佛最重要的转变 成为真真正正的一个研究的学院 而这个研究的学院其实是受到 这个美国的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影响 美国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在1876年正式成为一个研究型的大学 比美国任何大学都早 哈佛往往不是第一个在前头走 但是往往从后面追上 而是超越过以前第一名的学者 所以这一点是哈佛一个长处 而且很快地学习他自己的错误的地方 以下能够很快地跟上 Berkhoff是1910年哈佛请他 结果他拒绝了去了Princeton 但是他发现他自己的错误回来哈佛 1912年回到哈佛任教 这个对哈佛来说是一个挖时代的贡献 也可以说整个美国数学家 一个最重要的转变 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气氛就是去到欧洲留学 坐船去欧洲留学 他是第一个不经过受欧洲培养 尤其是德国培养的美国优秀的科学家 然后他能够成为一代大师 领导学术的领域和数学的能力 Berkhoff的研究全部都在美国完成 并未受益于任何国外的训练 Berkhoff标志了美国数学成熟期的起点 由Berkhoff带领下教出来的学生 这里有几个 一个是Molly 一个是Whitney 一个是Stone 这三个门生 拿了美国国家科学奖 Marcel Morse是Berkhoff的学生 他建立的分析和托破的关联 是继续黎曼、龐吉尼和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他在整个现代托破学有深刻的认同 以后叫做Morse一论 而Whitney也是Berkhoff的学生 他发展将微分流营浸入到欧视空间的理论 而他在流营上的所谓向两重 所谓快不奔道的贡献 绝对是一个华时代的贡献 然后Stoneless McCain 他在哈佛这一段十年功夫里面 将托破和代错两门重要的学民 融合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新的学民 所有的计算都要去到他和Ellenberg 两个朋友发展的 叫做Ellenberg-McCain空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佛这一百年来 所以重要的成就 每一次一个大数学家出现 接着有不少的学生也成为大数学家 他们未必留在哈佛 这些学者虽然不留在哈佛 但是他影响了整个美国 甚至世界科学 所以基本上哈佛的看法是科学研究和教学并种 没有好的学生就没有好的科学 有没有好的科学没有好的学生 两个互相变重 这班科学家开始吸引了一大堆 一位全世界最出色的学者到了哈佛 不一特别感谢美国这个国家 他说他以崇高的心理和慷慨的胸怀来接受 来自不同海岸人 而且不介意他们的口音和差别 使他们能够色彩色性 竭尽所能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校长请留步 因为邮教授有份礼物给你 我等下午 未经许可疑 她请不吝点赞 她请不吝点赞 还有她 Moż